歡迎收看阿爾維亞 長期災惡微光湖存戰士 天頂世界空島生存 第二期 好 上期視頻我們終於等來了商人啊 這部隊真的狠狠消費一波 重學金塔 鐵真鮮來個 蟲網來個 炸 誒 炸彈商也來了 他倆為什麼前後腳來啊 難不成 聽我一句勸 什麼CP都磕 只會害了你們 挖礦頭盔來個 還可以照明 豬豬存錢罐來個 這樣就不怕錢掉了 洞學金塔也來個吧 擺在這裡當裝飾 現在咱們有錢了 這生活品質還是得跟上 再來買點炸彈 當時我做土炸彈的時候 特意留下一顆雷用來召喚炸彈商的 怎麼樣 細不細 你們就說這逼 戰量仔細不細 現在有繩子了 我們先搭一條天堂直通車吧 繩子用完了 還沒到頂呢 還差一點點好像 這一趟搭上來可不容易啊 搭了我四五分鐘吧 下次有空再來 我直接跳下去 誒 這麼高我的摔不死 誒誒誒誒 誒 誒 沒事 還獲得了一個成就 時來運轉 難道我們要 撞大運了 沒事就要多抓一點魚兒 我們這個空島釣魚 可是最主要的 休閒娛樂活動之一了 誒 哦 要那個防熔煙蟲啊 這還有寶石怪給它打了 翡翠 這個地方離我們的家太近了 不機會影響刷怪 把這個地方給它拆了 換一個地方 再造一個刷怪場 OK 已經開始刷各種顏色的史萊姆了 我們這些BOSS 我們這些BOSS應該怎麼打呢 這個 垃圾史萊姆王 還是有機會的 只需要在下史萊姆雨的時候 我們殺足夠多的史萊姆 就可以召喚了 還可以在地圖外側的兩個六分之一處 隨機生成 看一下課研 課研的話就需要我們的生命值 大於200才能生成 那我們下一步的目標應該是 搞點生命水晶吃吃 這個鐵針是不是能分解成鐵釘呢 果然可以 五個鐵釘 不錯不錯 那這下我們就不缺鐵用了 一個鐵針才50英 隨便買 直接就分解出100個鐵釘來了 這不比挖礦快多了 奇之河做一個 雷達做一個 誒 居然是護佑的 加4點防禦 然後 就是最重要的 強化魚竿了 那麼 釣魚牢 啟動 現在魚竿也有了 魚耳也有了 水呢 這裡面好像沒水呀 微光湖裡面能釣魚嗎 試一下 誒 我怎麼釣下去了 還真是能把人拉下去啊 合著 反向釣魚是吧 我成魚了 先做個空桶被子 萬一有水呢 分解一點向導的烏度娃娃 搞點皮革出來 我們這個下面 根本不缺烏度娃娃 有了皮革可以做一個 猛爪手套 正好是我們暫時用的 沒有屬性 這個微光湖 可以讓我們把東西 反覆分解再合成 用來刷屬性 就是稍微麻煩一點 我直接放一個鐵針在臉上 這樣就形成了 分解合成流水線服務 這還刷不出屬性 暴力 加4點近戰速度 我不要 繼續 哇操 刷了半天還是暴力 算了 先這樣吧 現在房子又住滿了 又得擴建一點了 誒 好像不行了 這個地方以後打肉山 肉山會經過這裡 到時候把我NPC全部都創死了 雖然他們死不足惜 但是 這不是影響我辦事的嗎 找個高點的地方 重新 但這是什麼 直接衝刷 像是 有廢柄 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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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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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好东西啊 但是我现在更要水桶 还能变吗 变了 哦变水桶了变水桶了 哼不就是水吗 再做两个桶 再去灌两桶岩浆过来 OK 两桶岩浆 现在我们水 蜂蜜 岩浆都有了 真是一个史诗级的进步啊 不得起飞了啊 这一会功夫又来了不少新的NPC 可惜没有什么我们特别需要的 那我们就准备开始造鱼池吧 只有钓鱼才有未来 好 这个就用来倒水 知道该怎么做了吧 对喽 取出我们随身携带的重物 压在鼠标上就OK了 OK 第一个渔场搞定 旁边又造了一个 这个我想灌一个蜂蜜池 再次取出我们随身携带的重物 压个屁啊压压 这个蜂蜜流速太慢了 只能手动这样慢慢点 我们下期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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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